目前正是北台湾白带鱼盛产的季节 基隆是拜基隆港的地利之变 使用当地新鲜的鱼货 尤其是号称油带的白带鱼 更是令人再三回味 现在就到基隆 看看在地人怎么料理白带鱼 师傅用的是刚刚从彭佳鱼 钓回来俗称油带的深水区白带鱼 用此甜美细致去头切尾就可以下锅 专业的师傅表示白带鱼一共有三种吃法 每一种烹饪方法口味各有前秋端看 个人喜好 基本干煎的不要煎得太熟 八九分熟这样刚好 干煎白带鱼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口味 一块块切丁的白带鱼洗净之后 去水自抹上一层盐巴 干煎之后最适甘甜 另外就是红烧利用各种香料和作料提味 加上淡淡的黑醋那种酸中带甜的滋味 让人口水停不下来 最后一道就是基隆地区特有的白带鱼米粉汤 丰富的酱料和鲜鱼汤汁让人一碗 接着一碗好像永远吃不饱一样 最近几年因为大陆需求产量供不应求 价格开始上扬 涨幅据说高达三成 民众要抢鲜钱可要先问问价钱 记者朱丁龙 基隆报道 在说这样丰富的时候 所以说几乎这里也没有